有果王叫做幽托献王 他有一个夫人叫有相夫人 但这个夫人和果王感情是很好的 那么夫人这一天对于果王有一个要求 本来是当时的那个大环境有一个规矩 这个果王是不弹琴的 不可以在大众里弹琴 现在在私人的地方可以不受限制 这个有相夫人要求他果王弹琴 而他就跳舞 这样互相娱乐 跳舞的时候 这个有相夫人 他这个手一抬起来 一扬起来的时候 那么这个果王就不弹琴了 弹琴了 这个面貌表现出来的不欢喜 不欢喜 这个有相夫人就问了 有什么事情 夫人间有点变化 怎么不弹琴了 怎么问他 这果王也不说 不说有相夫人说 我们在私人的地方有什么话都可以讲 那么这个优特县王说 你是知道的 我是看过相书的 江才你这个手一扬起来 死相现前 你不超过七天就要死了 所以我心情不快落 那么这时候 大家这样一说 这个有相夫人心里面 也是啊 也感觉得很痛 要死了 心里也很害怕 沉默了一会儿 这个有相夫人就对果王说 我常和我莱瓦有个毕业泥 曾经和我说过一件事 说是出家七天就可以升到天上去 那你说我还有七天的寿命 我不妨出家嘛 出家去做毕业泥 然后经过七天的修行 我就能升到天上去也很好 这个果王说 你出家我舍不得 不要出家 说我要死了 舍不得也要死了 说这样子 到第六天呢 你再出家 第六天的时候出家 那好 那么两个人就这样决定了 到第六天早晨的时候 果王就把他的夫人送到庙上去了 送到庙上去 就和这个相识的这些毕业泥 就说明了想要出家 当然就说得很明白了 就是寿命只有这么一天多一点 那么毕业泥说这样 你受八关宅戒就好了 那么就是举行一个仪式 受了八关宅戒 受了八关宅戒 就是晚间是不能吃饭的 不能吃饭也不能吃面条 只能吃这个姜汁 吃这个姜的这一类的东西 那么就吃这个东西 吃下去以后就肚子疼 第二天呢 就是第七天的早晨起来 就痛得厉害就死掉了 死掉了 但是这个林 他和果王临别 临离别的时候 果王对他有个要求 说是如果你真能够升天 你一定回来报告消息 让我知道你升天了 是好 那么他死掉了以后 真是是升天了 升天了以后 天上的银和我们银间的银不同 银间的银呢 这个就是婴儿啊 这逐渐长大 很慢 天上的银是很快就变成大银了 这个天上的银呢 还有一样不同于银间的银呢 升到天上以后 他会想这是什么地方 他就知道这是什么地方 这是在刀立天 那么他还会再想啊 我为什么会升到天上来 我前生出过家 受过八关灾戒 所以升到天上来 然后也就想起来啊 我和这个 这个幽头献王有邀会的 升到天上来 同他报告消息 和银不同 银都是忘记了 前生怎么回事 现在都不知道 那么他这一天呢 夜间呢 这个幽头献王就赶紧他在皇宫这里 放大光明了 哎呀 他这呼员间有光明来 怎么回事 他就出来看 一看是一个放光明的一个境界出现的 他说你是谁呀 这个我问他 他说我是前一生是有相福音 是你的福音 有相福音 因为前一生我们有邀会呀 所以现在来看你 来报告你 我是升天了 那么这时候这个幽头献王说 好啊欢迎你来 请你下面来坐 这位天员说呀 我现在升天了 我现在看见你非常臭灰 不可以和你坐 那么这个时候说完这话 就不见了 这个天员就走了 这个幽头献王听见了这句话以后 心里面受到很大的刺激 哎呀 我们前一生做了几十年的夫妻 这个出家一天升了天就瞧不起我了 哎呀 这一想 所以我听您说呀 天上的那一指甲 那个指甲 那个贵重的 我们全世界的这个价值相当 天上的一指甲的那个价值 和我们全世界的价值是相当的 这个天上的一个贵重的境界 达到这么个程度 而我现在作为一个小果王而已 不是全世界的果王吗 有什么贪恋的 我也不要了 我也出家了 他就把这个权力交给他儿子了 他也出家了 出家修行 这个故事讲完了 这个苦鸡灭道 苦鸡是我们凡夫境界 但是我们凡夫都不认识 不认识这件事 但是这个故事这件事 就是天上的淫来到淫尖来说 你现在很臭秽啊 我不能和你在一起做 从这句话来说 淫尖的淫和天上的淫是不能比的 但是我们淫为了爱的问题 有多少烦恼还不能搅悟 还不能搅悟 而天上的这一句话呢 就使得国王搅悟了 也放下出家修行 当然那段经文上说 这个国王出家 也得阿罗汉到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